我们也看到了2019年版的第五套人民币 优化了安全防伪和票面结构设计 那么人民币究竟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呢 这个环节始终是很神秘的 就在近日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印钞厂 印钞车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此次发行的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中的20元纸币 是在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属石家庄 印钞有限公司制造完成 在印钞大楼一层 是印钞流程的第一个车间 由于是设密机构进入车间的所有人员 不允许携带任何物品以及配饰 第一个环节叫交印 主要完成钞票正背面底纹图案的印刷 通过鲜亮精美的底纹图案 赋予钞票特定的色彩美感 第一个流程结束后 由车间内的自动化智能小车设备 运送到第二道工序 All-in All-in是印钞生产体系中的核心工序 All-in图纹具有明显的立体感 凹凸手感 防伪性能突出 那么完成最核心的第二道工序后 就进入私网印刷和突印工序 这一工序在印钞大楼的三层车间里 私网印刷完成了钞票正面光彩光辨面额数字的印刷 其印刷的面额数字具有重要的防伪功能 突版印刷主要完成钞票灌字号码 无色荧光图案印刷 第四道工序为正背面图布 提高了钞票的抗脏污性能 最后一道工序将大张产品裁切为规定尺寸的小张产品 对符合质量标准的成品 完成分白 捆签 速锋和装箱 这是在印钞大楼五层完成的